2月5日,古天乐、徐熙园、刘烨、张家辉等出席了在香港举行的电影《保持通话新闻》发布会。 作为好莱坞著名电影的亚洲翻版,张家辉表示,其实片中很多剧情都做了适当的改动。 此外张家辉还爆料,刘烨经常在片场说笑话,是一个有趣的人。 其实他也学广东话,学得挺快的,他们常常在,他常常在现场聊天的时候都跟我们说笑话,都我们笑,这个人很好玩。 我觉得导演给我最大的挑战,我说广东话,广东话说得很好。 导演被我最大的挑战是,他要我那个很好的人才一个大奔派,很难,很难。 两位主演古天乐和大S在戏中分少离多,古仔称,自己曾在拍摄一场戏中,险些从十多层楼高的地方掉下来,现在还是心有余悸。 而大S则兴奋地表示,拍摄动作戏非常有趣。 大S称,稍后自己将去妹妹小S家帮忙照顾孩子,相信自己会是一个称职的保姆。 很幸运有机会去寄厂一些客院的地方去拍的,那些地方是很高的,我也是第一次去看这些地方的,我觉得拍的时候很危险。 我跟古天乐其实是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对过戏,因为我们在剧中他在保持通话我们这个戏,然后从头到尾都是在讲电话,然后我在从电话中跟他求救,然后他就是照我的指示去救我。 那今天是我第二次看到他本人,然后就是都还没有对到戏,可能过完年之后拍那个大结局的时候会碰到。 拍那个撞车的戏之前我自己就非常的期待,因为我从来就是没有演过那种真正那种大场面的动作片。 然后导演其实还特别请了一个替身给我,然后我自己也是亲自有演了几个那个撞车的戏, 然后撞完大家都很紧张,跑过来说怎么样,你有没有受伤啊,有没有很害怕啊,可是我其实非常的兴奋,然后我一点都不觉得可怕,然后还觉得蛤,撞得这么轻,应该再撞用力一点的,觉得很好玩,一点都不可怕,很刺激。 那我等一下就会赶回家去,准备明年跟家人一起过年,那今年我已经答应我妹妹就是会去她家帮她带小孩, 然后我姐姐也生了一个儿子,所以今年过年我就是会当一个超级保姆。